哎呀 張晨光光哥 剛好就這麼吵 他就坐在旁邊 原來隔壁是他太太 不會啊 他會吧 一定不會啦 像我們 我跟 徐西田大哥也這麼久了 他們從來沒有對我有 怎麼會這樣 我好傷心喔 王彩華主持到一半 進訪到張晨光老婆 點名三綜藝大哥 不怕女兒被毒寵 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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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王彩華一聲進莊出席 最新八點檔記者會 而演藝圈近期期事不斷 像是今天晚上 他就要去參加 張晨光大兒子的婚禮 這件婚禮怎麼都有我啊 那時候 紅龍我在唱歌的時候 雖然在麥克風沒有聲音 我就臨場反應 我就下台 我就是隨便找一個女生 哎 這個女生 這個會分享的好漂亮喔 請你今天來看我們的節目 哎呀 張晨光光哥 剛好就這麼巧 他就住在旁邊 原來隔壁是他太子 結束之後他就 哎 彩華 我 我要取媳婦 你要來喔 你怎麼闖定來了呢 快點 出去 出去 大家好 我是黃雨婷 嗨耶 黃雨婷 對 本人眼神漂亮 彩華界大女兒的漂亮 連憲哥都認證 不曉得國民怨母 會不會擔心 女兒被綜藝大哥讀寵呢 他們就很喜歡這個 看憲哥的節目啊 包括他的節目有啊 哎 有選票嗎 會吧 前輩照顧晚輩 我都覺得還蠻擅長的 我應該不會啦 像我們 我跟 以前我們秀場到現在 三十幾年了耶 那個黃大哥又很疼我 然後又接把很多Case給我 我那時候剛出露在秀場的時候 我才十七八歲而已耶 安迪哥也對我很照顧啊 那個方訊大哥也都是對我很照顧 他們從來沒有對我有 悲憤之下 怎麼會這樣 哎 我好傷心哦 哈哈哈哈